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珠米莉Claire的频道 今期视频带大家去看展览 分享一下我近期去广东美术馆 看的第二届GDMOA年度艺术家学术提名展 在视频开始之前 先声明一下我不是美术生 也不是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观展是出于外号 无论展览还是单个艺术品的观后感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这里只是我个人浅薄的感受分享 接着是观展贴士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 那我们就回到展览本身了 讲到学术提名展 就是采用专家提名评审制 邀请长期深刻在艺术理论研究 在我国当代艺术领域里面 资深的拆展人、学者 组成学术委员会 议员会的成员再去提名 有一定沉淀和作品积累 且保持活跃度 而不断寻求突破的艺术创作者 在8月29日展览开幕当日 我和朋友就去听了展览的 学术讨论会 又听了拆展人、提名人的 现场导览 有不少收获 那隔日我自己又去已拆了展览 受限于我个人的理解认识 和视频的篇幅 我就选其中几个作品 进行分享 首先我们来到5号展厅 逢宇的《围》 一个用竹链和木架做的空间装置作品 它应该是本市展览里面 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件作品 是艺术家依据展馆的空间和位置 进行创作的作品 展览之后就会拆除 有一期一会的意味 我们日常使用的竹链是垂直软挂 而这个作品是将竹链卷起身 弯曲 摄叠 形成造型 这句作品的简介 表达的是探索中国传统客家围屋建筑的情感 我觉得它像流动住的卷曲的丝带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展现情感的变化 《巫健庵》的《五百笔》 现场展出了三幅不同尺寸的这个系列作品 作品名里面的《五百笔》不是数量 而是《紫代葬身》 这个系列的作品是由众多的观众和艺术家共创的 观众在纸上用笔触表达 可以展示他们当下情绪状态的一笔 艺术家就将这些观众的这一笔 通过裁展、组合、拼帖 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作品 使势去观察 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笔触、不同的力度 不同的颜色运用 亦可以发现由裁展的这个痕迹 而作品本身不是简单的叠加贴上去 我们是可以看到 剪纸之间有空间的穿越和构成 我觉得这个由个体出发 再到集体、共创性的艺术品很有意思 就如作品简介写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飞进》 《情绪技学4.0》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互动装置 是艺术家和数学家、心理学家 进行的一项艺术实验的合作作品 我们看到的是4.0的版本 它很有参与感 观众站到圆形台上 双手平放在面前的金属球上 通过心率的测算 用动态三围图像 将每个人的情绪展示出来 很想知道 是不是每次的结果 都会随着那一刻的情绪而有所不同 不过两次去观展 我都测了出来 两次的结果的确不同 特别是第一次测出来的结果 我的朋友觉得很符合我本人 大家如果去看展览的话 记得去装置互动感受一下 秦一峰的系列摄影作品 我很喜欢的一组作品 很有深度和异味 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在中午所拍的 被摄物是桌椅的局部 而且是从很平面的角度去拍摄 作品呈现的是浮片 长时间的曝光导致画面过曝 所以浮片上是深灰色的一片 当你靠近作品细细去看 你还是可以看出画面里面的桌椅的局部 非剩片去色彩去立体 就给了我思考了 我们用摄影的这种方式去记录物体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展现立体 是不是一定要色彩繽纷 是不是一定要有合适的曝光 看了这组作品 我心里面就有了答案了 同样是拼贴 梁泉的作品是另一种构图和表达 河熙的山水画 用水墨画画出海浪的澎湃 好像下一秒海浪就要涌出画面 特别是这幅大鹏展翅 飞向波涛空涌的画面 很有力量感 随兵天书号纪录片 天书是随兵非常著名的作品 天书号是一次有关太空艺术的尝试 是将天书的部分文字引在火箭外面 向太空发射这枚火箭 引用里面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来做今期视频的尾声 其实试错和修复就是一种进步 就正如这条片 看展只是我的一个日常爱好 但是我都尝试去做了自己的第二条观展视频 用我浅薄的话去做分享 我知道这条视频可能不会有很好的流量和播放量 但是我尝试去做 因为我知道尝试对自己的意义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你帮我点个赞 你们的每一个赞 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支持 我是珠米莉Claire 欢迎关注或者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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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